人工智慧产业发展如火如土 最需要软硬体整合的技能 情义科大抢得先机成立人工智慧应用工程系 是国立科大唯一的一间 花费了千万元买AI器材 打造三大实验室 要精准应用在产业上培育AI应用的跨领域人才 市值600万买下AI超级电脑 情义科大花费千万成立了人工智慧应用工程系 这是在今年招收首届第一班 三大缺工最多的一个领域就是 一个人工智慧应用服务类 第二个就是风力发电的维修业 第三个是IC设计半导体业 所以我们刚好这个系的成立 也可以来帮助国家解决 这个人工智慧应用服务类的人才需求 元宇宙虚拟题材正夯 产业追求AI发展 最吹软硬体整合人才 情义科大抢得先机在国立科大中 首创信心科系培育虚拟实际接轨 以及大数据分析技能 满足业界对人才最迫切的需求 在智慧应算 智慧影像 智慧物联网 还有智慧机械 那当然大家说到现在所熟知的元宇宙 都是在我们整个的一个课程的范围里面 目前很多国外的研究调查 还有国内研究调查 这方面的需求人才都是 未来都是占整个 整个产业界里面需求的 名字算是第一名 球的每一个角度的画面 进行瑕疵的检测 工业摄影机镜头锁定高额腹球表面 快速360度旋转 检视肉眼不容易察觉的刮伤瑕疵 一天人力检查千颗 而机械几秒间快速检测 一天检测量高达10万颗 另一台AI光学检测 则运用在仿制产业上 取代人力 有效提升产品的良率 AI这个领域 从以前的一个智通信这个领域 那再加入AI可以说如虎天赐 就是说以前ICT里面 智通信里面可能没办法解决的一些问题 现在透过AI都可以迎刃而解 学习的很务实的东西 能够出去毕业就能够就业 没有学用落差 所以我们规划了三个非常 非常重要的实验室 让学生在学校期间就可以 好好的来学习 轻松检测一卷布料 轻易科大研发仪器 获得业绩重用 为了新科系还打造三大实验室 强化物联网 指挥运算与机器人 要全面聚焦扎跟AI的应用